好了,回來了 先回應一下那些盲友的問題 加加二就有問題 就說一千公里大概有多遠 在香港就很難有概念 如果是說的話 就可以說一下日本 那麼 在日本呢 如果你在東京 下飛機 然後呢 就開車去 鹿兒島 這樣就超過一千公里了 因為呢,由東京 去到 福岡 是 多人走這條路線的 所以才說這條路線 如果由東京去福岡 其實那裡已經一千公里有多了 我對上一次就是 一下飛機就在東京那裡 就開車去福岡 那麼中間是不用入油的 那輛車是 我租了一架豐田的混能車 一千公里大概就是這麼多 它是 風田那些混能車 如果不是開得太快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走 一千二百公里左右 我的經驗就是 當然要開得很小心 就是要省油的開車 不是下下大力 其實已經是很省油的了 Terry Chan就說是 廈門去北京的距離 差不多了 但是回國內很少人開車的 所以 這個概念就 日本比較容易講清楚了 其實 如果你廈門去北京 我再講一下距離 如果是開車的話 就是二千零五十四公里 所以這個 廈門去北京 這個距離 就 有點不太適合 但是如果你在上海 這樣去北京 那麼 那個距離 就 都是一千多公里 就是 還未到 就是一千公里 那麼 剛才我講的就是我試過的 所以我就可以告訴你 在哪裡 好了 那麼 讚先生說 一千公里全程高速 國內要開八個小時 嗯 其實肯定是 不止的 為什麼說一定是 不止的呢 很簡單而已 因為國內 它有限速的 還有 就是會塞車 其實國內 你只要去到那些大城市的周邊 基本上開車的話 是一定會塞車的 所以在國內 最好的做法 當然是 老實實是坐高鐵 就是 你從北京去上海 你坐高鐵 是幾個小時的事 但是如果你開車是十二個小時 有多的 因為它是 那裡是一千二百多公里 我剛剛檢查過 那麼 如果你 充電的話 就是有些人說 喂,充電站 你充電的問題就是 你充一次電就不是五分鐘 你狂起充電站的話 也是很麻煩的 因為你充電就要 九個字 最少都 車子要吃飽也要九個字 那麼 你怎麼方便呢? 國內就不同了 國內 情況還有 換電站的 有一個叫做蔚來 就是NEO 這個蔚來電動車 它又可以換電 如果有得換電的話 我就覺得 在外國就會多了人買電動車的 因為換電是真的快的 蔚來換電是十分鐘左右 我的理解就是 它有充電下來 然後放電上去就要十分鐘 如果你十分鐘做得到的 我覺得電動車就會普及很多 其實就是 滴丁說 駕車一千公里人都瘋了 我又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喏 Jo Jo Lee 說 韓國也支持用電能車 也準備了很多充電設施 不過也不是很多人用的 因為充電就太免費了 現在政府都建議用交換電池來省時間 現在都不知道 如果你一直在市內開車的人 就沒有所謂的 其實我也說過 如果你不斷在市內開車的人 你開電動車是沒有東西的 是可以的 但當然也不可以說太塞車了 太塞車的地方 那一輛車也是會用電的 喏 喏 那麼 嗯 這個Freder Wong 就是一千公里差不多二十幾個小時 那就不用了 時速一百公里就是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而已 這個速度就是 用回這個速度計算時間的話 喏 那麼 嗯 那些網友留言呢 我讀到這裡也差不多 不過呢 東莞就有一個優惠提醒了大家 就是他兩夫妻稍後就過澳門 船飛呢 就買一送一 酒店還免費 然後就住兩天 是這樣的情況 你看香港的經濟就很難復常了 為什麼呢 當然 就是 那些人不留港消費 你何來經濟呢 這個世界就是 你一定要有人在那個地方消費 你經濟才會變得正常的 連我們網友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 網友都不在香港消費了 現在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他就說 那又不是我們這裡四線城市充電裝已經飽和 那他就說 不合適電車的地方是人煙稀釋 或者會很冷的地方 我的理解就是 不是每個三四線城市而已 那些充電裝都是飽和的 就是他們有些是放了充電裝在這裡 但是 你是 就是基本上 充電完後 就是很麻煩的 有些有其他麻煩的東西 就是 你要去其他地方 不是每個地方都是爆了充電裝的 那 贊先生就說充電也有優勢 特別營運車輛 同樣的里程數 汽油車一箱有幾百元 電動車一充幾十元就可以搞定 但是時間是金錢 對很多人來說 這個是 時間是不同的 Vincent 馬洛拉就說 中山二線都多了很多充電裝 是的 這個是是的 二線是多了很多 但是你說 是不是很方便 我的理解就不是 因為我有朋友都在 三四線地方工作的 他們說回來的情況就是 根本是一定不會買電動車的 因為你在三四線地方 有時候都會入省的 他們叫做入省的 就是 去省城 你去省城 那你開一輛電動車 是不是很方便去省城呢 我的理解就不是 東莞說報紙電視也有賣 船飛馬一送一送酒店 香港藝民就說 經濟是給別人的錢的 香港是自己設限 只是想要吸高級消費大客 思想錯誤 怎麼會有運行呢 加加儀就說澳洲妹回香港探親 她的班機爆到七彩 這個是因為澳洲去香港的班機 現在是很少的 到現在都是很少的 不正常的 以前 澳洲的飛機是很多的 去任何兩個城市 一天有五六班機是很限的 現在由五六班機變成兩班 然後 譬如 有些澳洲城市回香港 以前是每天都有一班 或者兩班機的 有些地方可能 不同航空公司加起來 有三四班機的 現在只有一班 你不會不爆的 我也要說 你的飛機是不會不爆的 但是實際上去了香港的人 其實就少了 就是這樣的 關關就說廣東省也OK 廣東省是OK的 廣東省是OK的 但是 不是人人都合適的 你跨省的話就更加不行 如果電動車要跨省的話 其實就很不方便 尤其是高速公路上面的充電站 根據實戰的人士經驗就是 那些充電樁是有的 但是 是用不了的 它是有充電樁在那裡 但是用不了 其實這樣已經很糟糕了 你說我之後會做好一點 對,之後肯定會做好一點 那就做好一點的時候才買電動車 還沒做好一點的時候就不買 是不是 那 香港機場那裡其實 就是大話怕計算 你可以看看入境的人的數字 這個入境處是有公佈的 你可以去看看入境的人數 就是 你只要對比一下數字 就知道其實香港現在的經濟 離伏常也是有一段距離的 我不是說要唱衰香港的 我一定要說 就是 我不想香港衰 但是呢 你不斷 亂說 就是香港好店那些 吹到大一大 或者思維就是說 現在我們不需要 那些低端的客人 我不是開玩笑 現在有一群人在這裡說 要 提升客戶的 質素 就是 那些平價團就不要來 就像屈永賢在TVB也說的 這些呢 其實對香港的傷害是很大的 因為 這些電視節目在國內 是有人看得到的 你在國內也看得到的情況 我就不怕講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就是 那些人一定會覺得你香港 就這麼嚴峻 這麼麻煩 有一部分的人 好了 Chloe她就說 家航和國泰都 取消了多倫多直航香港班機 其實很多航班都沒有正常 因為我其實 我應該之後有個星期都要出一出去 但是呢 現在 我的看法就是很多地方都是不妥的 其實都沒有回復正常 還有呢 有很多朋友 坐完飛機近來 那些行李都是遲到的 要不就 不見行李 所以很多事情都沒有回復的 好了 那瓜瓜就說 深圳開電動滴滴車 她經常回台山 她也說方便 深圳去台山 就不是很遠的距離 這個一定要說回 其實廣東省是特別的 如果你說國內的情況 就是 廣東省是 比較 就是 基建是做得好一點的 如果你深圳去台山 其實那個 車程呢 其實都已經要三百多公里了 有些電動車已經走不到這個距離 我也要說 那收捲兩就說 我朋友半年去了五次旅行 香港怎麼會有運行 是沒有什麼運行的 那 Truth On 就說 兩個小時機程坐飛機 高鐵 避免得少坐 多次實戰經驗 我沒有試過坐長程高鐵的 我也要說 但是我自己 和我一起工作的人 他來回北京上海 是坐高鐵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我也沒有問過原因 如果是 出差的話 國內的人 北京上海 這個 主要是坐高鐵 不是坐飛機 不過這個是可能是我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編號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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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的 這個 我們有 之前 拍了一條片給我 我都沒有放上去 都沒有放上去 這條片已經在我的手機上消失了 那 這個呢 有機會 拍到這條片 這條片 我會再放上去 給大家看 好了 那麼 即是 蔚來 加電 換電 那是一首歌的時間 每次換電都會 進行三電自檢 那 確保 整部車和電池 都是在 最佳狀態 那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 事業 企事業單位 國企 是坐高鐵 才可以保銷 但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們是坐高鐵的 一定是坐高鐵 出差一定是坐高鐵 很少坐飛機 我就是坐飛機多 他們的情況 跟我不同 我都知道 一定是有些事情的 那 你說 乘坐高鐵有沒有好處 其實乘坐高鐵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在乘車的時候 也要做完事 你坐飛機做事是很難的 其實 坐飛機做事 互聯網 又很慢 還有就是 飛機位很窄 高鐵位始終都是寬一點的 好了 那就算了 說到這裡 就是這個 留言 和互動的時間 來到這裡 都是一個新嘗試 其實我想把留言和互動的 集中一節去講 其他話題 我就盡量減少讀大家的留言 希望這個安排 可以做得OK一點 好了 算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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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